现在接下来看时间一观 二条乡有一株的国旗拥立场 经营已经有半世纪的时间 现在团队第一代林建河的厦长 林建河说自己自制下 可以公司含国旗作为大战 二条乡持国旗的生涯 经济经过数十年去去热热 也要完整持国旗又有消息 在当中最主动就是持国旗的环境 它会特别选择铲鸡来持国旗 给拼几档更有料 改观二条乡 国旗用实际经营 历经半世纪 期管二十二代 听出到环道国旗用 国旗使用国旗来 调報经济来开始 现在是第二代林建河经营 林建河表示 为四个国旗公司 对着国旗堆来大汉 国旗经济经过三十年的旗旗路路 竟修炼了一心繁殖 使用少少的经验 目前以大部分来经营 尤其当来是最重视 使用的环境 特别当来的选择铲鱼来持养 两国旗的品质 建议 其实我从小时 因为我早就吃环境了 但是大部分都是我爸爸在处理 我们是为小时大概 应该是 我记得是国小三四年 我们就要到三天了 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 所以对环境后 对环境你不觉得 我现在说会去驾驾 同样这样吃就可以了 然后到大汉之后 你才知道 这不是打赤国旗 这是一个接人 我们要慢慢照顾 像小孩照顾到大汉 然后才来处理 在这个中役是非常清晰 目前 持用中近两千只 持用库鱼 怕冷又还是怕热 要非常有经验 而且要细细来观察 因为鳄鱼是一种冷血动物 然后我们在照顾的时候 其实是很麻烦 尤其是我们这个 艺族这些地区 你如果到冬天的时候 早晚都是很冷 要保持国旗的 健康程度的维温 我们都要做很多的措施 林建合照顾国旗 很小心 一心由鳄种属 可以记到他的努力 对鳄鱼肉 都会觉得它是一个 很恐怖的动物 然后他们吃的食物 可能就是一些肉类的 鸡鸭 那个淘汰的肉侵类的东西 或是内脏的东西 我们养的 我们养的鱷鱼都是 都是鱷鱼 我们益竹箱有很大的养殖区 大尾的鱷鱼已经炒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那些社会那些没得买 然后没得买时 我们就去收回 做我们俄鱼的食材 参加于渔民配合 然后都是要挖的 回来 然后太多时 我们就比较冷冻 然后每天为它新鲜的食材 这样 林建合比较担心的 其实是早期 国际差不多是都静靠过来 但是受到国际无益的影响 目前太多 所以国际反昔 现在这是最大的条件 为了顺利 关键这是影响 星星是不超民洞 二点乡 彩虹不得 同学同学 为什么这么晚在学校 那个在学校玩自习 在学校玩自习 可以比较认真理性 家里有手机电视 还有床会想要睡觉 因为有朋友会比较认真一点 我会努力为了会考 为了我想要考得很好 然后去做准备 因为有补助 所以我们有便当 我觉得便当很好吃 有鸡腿 青菜 跟鱼 只要吃饭 对 会有校车在 幸福有补助 每个人只要付一点钱 就可以送到家附近的站点 对 我是加门口 下午四点后的时光 持续丰富精彩 课后更丰富 从衣语绘本到艺术创作 两放学后的时光 惊奇无限 开办完自习 便当补助 小巴借送 轻松练功 不打烊 外师到我家 免费线上英语课程 在家也能持续提升英语力 家有的家 特货加强 前面家 最后一天 中文字幕自由